東華三元李東海小學 教師墮樓的死因言訊 押後到二十九號裁決 教師臨歷堂前年在校內墮樓身亡 死因言訊完成結案陳詞 時任校長羅婉儀陳詞說 從來沒有欺凌、辱罵過同事 否認其他老師的作弓 引述他辱罵死者的說話 他說自己一直被針對 在庭上寡不敵眾 人多欺人少 又說自己工作效能高 老師可能不適應而針對他 東華三元的代表律師就說 學校外聘公司為員工情緒輔導 死者都用過服務 校長理應在第一天上任 就知道死者有情緒問題 自稱不知只是推堂 自己用極端的手法對待死者的藉口